台北放乐园互动装置展目前正在国防部空军司令部展出 为了让市民朋友深入了解台北市政的各项业务 八位担任1999市民当家热线的话物人员 就来到展览会场担任导览人员 希望借着亲自现场解说 让市民朋友更加了解台北市的各种美好 向市民朋友介绍台北市政各项业务的台北放乐园互动装置展 目前正在空军总部就职羽球馆展出 其中以1999市民热线为主题的专区 今天现场则真的来了八位的1999话物人员 并且当起一日导览职工 为民众介绍各项的市政讯息 瑞瑞接起来的时候会讲什么 我们来嘟嘟嘟 哦 电话接通咯 1999市民当家热线您好 很高兴为您服务 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熟悉 就是这个声音了 不管是推广台北好事在专区 还是以咖啡杯造型设计出的都市再生导览专区 声光音效以及互动装置 都非常能吸引小朋友的目光 并且进一步明了台北市的各种美好 希望市民朋友赶快来 我们看到这现场有很多的朋友 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 我想这样的欢乐活动 是展现我们台北市 这样的一个欢乐宜居的城市 另外风靡一时的纸猫熊与纸黑熊 由于即将送交给任养人员 因此这些修补完毕等着风干的熊宝宝们 也将在特展中现身 而台北方乐园互动装置展将展出到12月14号为止 也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前来发现台北 喜爱台北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鱼采访报导